以前非常乖巧,主人对他也非常溺爱,什么好的东西都会给他买 但近些天,狗狗却极度反常,不仅对着主人乱吼乱叫,有时甚至还会咬主人,让主人郁闷的是 狗狗对陌生人却非常温顺,还仍主动讨陌生人欢心 狗狗的举动彻底将主人的心伤透了,想破脑袋都想不通,狗狗为什么会如此对自己 后来实在没有办法,只能求助于专业的狗狗专家 通过几天的观察与测试,专家终于找出了真正原因 原因其实就出自主人身上,因为主人经常喜欢去抢狗狗的玩具 逗他玩,久而久之,狗狗就无把主人当成坏人,所以才会出现之前那些异常举动 在专家的帮助下,主人与狗狗的感情裂痕正在逐渐恢复 相信要不了多久,他们又会像以前那样幸福快乐 看完后,你对这事有什么看法?欢迎留言